有時候我們很容易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平安,或是上帝的祝福是給其他的人 或者我們很容易相信神愛其他的人,但是祂不愛我們 或者祂想饒恕別的人,但是我做的事情太不好,祂不可以饒恕我 或者我真的,我失敗了太多了,祂不可以愛我了 祂不可能愛我了 但是神要告訴你的話,就是願恩惠平安歸於你 我們來看幾個經文 詩篇115篇3章 然而我們的神在天上都隨自己的意志行事 你相不相信上帝喜悅向我們鮮明祂的恩典? 祂一點都不臨時地給我們祂的恩典 祂喜歡給我們恩典 祂喜悅向我們鮮明祂的恩典 我們再看一個經文 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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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白的称义 神圣理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神喜悦向我们 显明他的恩典 他喜欢向我们 显明他的恩典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那时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以福所书一章五节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的意志 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以福所书一章九节 都是照他自己 所预定的美意 教我们知道 他旨意的奥秘 圣经说 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他喜欢我们 他喜悦我们 他非常的爱我们 有时候我们觉得 他必须爱我们 但是他不喜欢爱我们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看的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 他做的事情 都是他想做的事情 他想爱我们 他想给我们 他的恩惠 他的平安 我有孩子以后 才开始了解这个道理 但你有孩子 你孩子什么都 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是你还是很爱他们 你会把他们的照片 拿出来给你的朋友 开始说 哇你看我的孩子 有多可爱 别人可能不觉得 别人看你的孩子 没感觉 但是你的孩子 你就看他们 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是你看他们 他们就让你很高兴 让你很自豪 因为他们是你的 上帝也是这样的爱你 你想不相信 这是真的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诗篇十八章十九节 他又宁我们到宽阔之处 他救把我 因他喜悦我 诗篇一百四十九篇 诗节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也用救恩 当作千辈人的装饰 菲利比书第一章第二节 他是写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归于你们 从神 这是这个经文 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恩惠 这个平安 是从神来的 不是从保罗来的 不是从天后太来的 不是从我来的 不是从你的牧师来了 不是从你的 带领你的小组那个人来的 是从神来的 只有神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权力 有这个权柄 给你这个恩惠 平安 也许 我想给你 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也许我看到你的生活 你有很多困难 有很多压力 有很多负担 我很想给你平安 我很想给你这个恩惠 我看你有很多很多需要 我想帮助你 但是只有神 可以给你恩惠 平安 也许我可以做什么 其他的事情去帮你 但是我不能让你的心里有平安 我不能给你恩惠 我不能给你神的恩惠 只有他可以给你 这个恩惠 是从神来的 这个平安 是从神来的 他是传找这个宇宙 我们所有看到的东西 都是上帝传找的 他的权力是 无法测渡 他有权力 给你恩惠 给你平安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权柄 而且 他愿意 他想给你 你愿意接受吗 他是说 从神 我们的父 其实 我们可以花 很多很多时间 看神 我们的父 这概念 神 是我们的父 罗马书 八章 十五 到十六节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 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 是你与我们的心 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基督徒 基督徒的心理医生 告诉我们 基督徒会经常 把上帝的性格 想能跟我们 在地上